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图片的处理 包括缩发 裁剪 旋转 翻转 锐化等处理 那这节课呢 我们来做一个图像处理类 好 我们打个课件 新建一个 比如叫test.pp文件 这节课主要内容就是图片 或者是叫图像处理类 那我们类名呢 可以叫做image 那所放的文件呢 可以放在 image.class.pp里边 里边就放一个image类 那这个类可以干嘛 像咱昨天做那么多的处理 那这里边咱们就简单一点 就有两个功能 这个类就有两个功能 功能就是图片的 缩放 和 和加图片 水印 就是这样的功能 那目的是干嘛呢 目的 就是让 因为咱们前面图片处理 对一些出学者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目的就是 可以让不会使用基地库的学员通过本类 可以对任意类型的 任意类型的图片 进行 缩放和加水印 这是我们编写这个类的目的 那我们看这个类怎么使用 我们首先用这个类 假如说 这个类咱们还没写呢 咱们假设一下image图像的类 new一个 image 当然我得假设我做这个类的话 我得先把这个类 ink录的包含这个类 包含 image.class.prp 包含这个类 然后创建这个类的对象 这里边可以传递 这个类所在的路径 比如说 当前路径下的image这个路径 只要传递这个路径就可以 这样的话处理的图片都是在这个路径下 这是构造方法 咱需要初始化一个路径 然后 掉以image里边的 比如说thumb这个方法 缩放 对图片 进行 缩放 调用 再写个对图片 进行 加 水印 看一下 我只要调用一个 image里的 啊 WATR水 水印的方法 就可以对图片加水印 那参数我们设计一下 比如说 因为咱们要处理图片都是指定的路径下 所以我这会直接传图片明星了 比如说这个 第一个材料是对哪个图片进行进行加进行缩放 比如说对h1一点 jpg这个图片进行缩放 那水印呢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在map.jpg 呃jpg这个图片上 加一个水印 假如说是高 点gf这个图片 这是水印图片 第二个参数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就可以是位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十个位置 假如说我在第五个位置上加 到咱们的设置 第五位置是在哪 然后说呃 加水印之后产生的一个图片的前缀名 那名称前面加上这个返回 所以我就可以输出 这样输出生状后的图片名 那这样的话 没涉及到任何的基地库的东西 感觉上是 但是我们这类里边已经写好了 就可以对任意图片 任意宽度和高度缩放 缩放后的文件名可以自定义 然后呢 呃 任意的图片 我们都可以加上水印 然后水印的位置 我们可以任意指定 然后缩放完之后 呃 加上图片随印之后 这个图片名称的前缀是这样的 那好 那我们来 就来设计一下 呃 这个类 我们来看一下 需要新建一个 image.class.peerp 这个类 在这个类里边呢 我们需要 有这么几个工友方法 class.image 这个类 首先呢 我们刚才看见了 创建对象用到了构造方法 杠杠 CUN STR UCT 构造方法 里边需要传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又需要一个工友的 比如说 THUMB的方法 刚才这个使用的时候 这最简单的使用 还需要一个水印的方法 然后构造方法呢 咱们不传参数 假如说就让它默认是当前没入 默认是当前没入 那缩放的时候 对图片缩放 第一个参数就是要处理的图片的名称 那第二参数就是缩放的宽度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缩放的高度 第四个参数 比如说是前缀 如果我呃不加的话 我这样的默认前缀是加上TH 就是那个生成后的图片名是这个 那水印第一个参数就是 加上 加上地呃背景图片 然后第二参数 水印图片的名 当然这水印图片也在这个路径下 最好是这样的 第四个就是位置 水印的位置 假如默认是零的位置 然后 呃前缀 默认的前缀 咱们就要是W下方线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要设计类有的功能方法 其他的所有的方法都是为这几个功能 而存在的 那我们这个就写上啊 这是构造 方法用来对图片所在位置进行 出实 出实话 然后这个 他的功能 这功能就是啊 对图片进行啊 缩放 第一个参数 name参数内门干嘛的呢 就是 呃是 需要 处理的 图片 名称 参数 这个是 缩放后的 宽度 猜数 啊 这个 是 缩放后的 图片高度 参数 这个 是 呃 新图片 就是缩放完之后的新图片 的 名称 前缀 然后 返回 返回值 返回值 就是 呃 缩放后的图片 名称 如果失败 呃 则返回 返回 返回价 这是对图片进行缩放几个参数 那我们设计这个加水印的时候 这是他的功能 这个就是呃为图片 加水印 加水印 加水印图片 然后参数 这个 这个 GROUND NAME 这个参数干嘛呢 呃 这个参数就是背景图片 背景图片 呃 也就是G 呃 需要 加 水印 加水印的图片 那这些咱们不管缩放也好 还是加水印也好 都让它支持各种图片 类型的图片都可以 大老服 这个 第二个参数 咱们刚才说过了 是水印的图片 水印图片 当然默认这个水印图片 也是在哪个位置啊 也是在上面指定的位置 水印的图片 也是指定的位置 然后呢 参数 他指的是水印位置 水印位置 那这水印位置呢 咱们可以让它有十种状态 十种状态 都哪十种状态 比如说 呃 零 是随机位置 零为 随机位置 也就是 不一定在图片的哪个位置上加随机位置 那一呢 咱们就是为 呃 顶端 为顶端居左 就顶端最左边 居左 然后呢 二 如果只能数字二这个位置 那就为 呃 为顶端居中 为顶端居中 那三呢 那三呢 就是为底端居右 四呢 四呢 就是为 呃 那四呢 就是中部居中 中部居左 然后五的位置呢 然后五的位置呢 就是中部居中 六的位置 就是中部居右 然后七的位置 那就是为底端 为呃 底端居左 然后八的位置 那就是为底端居中 然后九的位置 就是为底端居右 这样的话 咱们就有呃 零是随机位置 一共适用状态 零是随机的 然后你随便只能认为数字 就可以在不同位置上 加这个水印 然后参数 最后一个参数 前缀 也跟上面一样 就是 呃 加水印后 加水印后的图片 名称 前缀 返回值呢 就是处理后图片的 名称 就这样的两个 函数 好 我们先来一一实现 比如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缩放 如果把所有的缩上代码都写在这里边 那么会很膨胀 首先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 够的方法 够的方法 处理化 他需要 处理化一个图片的位置 所以呢 我先做一个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我不想要外边调用 所以我封装上 私有化这个位置 这位置呢 假如路径 pass 然后处理化 处理化 这个路径等于传进来这个路径 但是有可能别人传这个路径后边不加斜杠 所以咱们就可以做成这样 RTRM 删除路径右边的斜杠 也就是别人现在如果加右边斜杠了 我就把那个路径的一个分割幅把它删掉 然后再加上一个斜杠 那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嘛呢 就是用户在输入路径的时候 加不加后边的斜杠 他都有一个右边斜杠 不加的话 后边加上 加上之后 删除之后再加上 是这样的目的 那够的方法 我们展示用到这一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缩放 缩放这里边呢 我们分几个步骤来写 如果把所有的方法 双方代码呢 都写在这里边呢 代码有可能很膨胀 这个函数呢 会很大不好维护 所以把它分成几个功能 先分 获取图片 信息的功能 然后再分 获取 图片 资源 的功能 然后呢 再是 获取 缩放的 因为咱们样的等比 等比例 缩放 所以获取 图片 啊 就是缩放后周 计算出等比例的大小 啊 应该是 等 比例 或 获取 或者是 获取 计算 图片等比例 之后的 大小 有一个这样的方 功能 然后呢 咱们获取 图片的 呃 呃 获取 因为咱们要 拷贝完之后 有的图片资源了 咱们缩放之后是一个新的图片资源 获取 应该说新的图片资源 然后最后呢 咱们是呃 创建一个新的图片 就会另存为 或者叫 另存为一个新的图片 就是缩放后的图片 然后返回新的 缩放后的图片 名称 大概呢 我将这一个功能拆成了这几个功能 那我让每一个功能都可以调用一个什么 都可以调用一个函数 比如说 获取图片信息 就可以让他调用内部的 这次 内部的 比如说 get info 得到信息 只要传一个图片名 我们就返回图片信息 这图片信息呢 包括 啊 这块鞋长 图片信息 包括图片的 宽度 高度 还有 类型 然后这个方法 让他返回一个 就是一个图片的信息 就可以了 所以我先把这个 私有方法 先做完 你看 让你看一下 怎么获取这个 图片的信息 但 不让外边直接调用 那我就直接 封装上 vection get info 得到图片信息 里边只要传一个 他把这图片名传进去 我就能获取到 那咱们系统里边就有一个函数 可以直接 get inmate size 这个函数 只要通过这个图片名 我就能返回一个数组 其中呢 数组里 这就是返回的数组 其中数组的 下标 零就代表他的宽度 数组的 下标 一就代表他的高度 数组的下标 二就代表他的类型 那么 我们获取到这个之后 把它存到一个新的数组里边 我们不用 所以数组 我们用关联数组 比如说图片的信息 imagine 信息info 假如说宽度 图片的宽度 也就是把 所以数组 转成 关联数组 imagine info 宽度 高度 然后这块是类型 你看一下 然后我返回这个数组 只要我在这接收到的就是 这里边存有图片的宽度 高度和类型 只要通过这三个下标 我们就能反过到图片的宽度 高度和类型 因为后边的图片资源 或者是等比资方 都需要用到这个图片的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了这个图片的信息了 我们只要存图片名就可以了 缩放存印图片名就获取信息 我们看一下获取图片的资源 那获取图片资源呢 咱们要 这块 要是各种类型的图片 都可以使用这个资源 都能生成图片 各种类型的图片都可以生成资源 都可以创进资源 那咱们这里边 我只以三四种为例 比如说JPG啊 GIF啊 PNG啊 这样图片为例 那我就不能单独在这里边 创建某个PNG或者JPG的 所以我要把它写到一个 构造方法里边 写到一个不是构造方法 一个普通的一个私有方法里边 得到 图片 只要我存这个图片名 当然了 我把这个 既然咱们获取信息了 我也把图片的信息 info存进去 那么这个方法就不用获取图片信息了 就可以直接收到这里边的类型了 然后返回来的 咱们就可以是这个图片的资源 比如说咱们呃 是原图片 这里边要处理缩放的图片呢 咱就叫原图片 IMG 就叫做原图片 好 我们这里边 往下来 咱们 直接在这个方法的下面吧 我们在这个位置 坐上 是封装上 你要不封装上到外边可以随便对用了 得到IMG信息 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图片的名称 然后第二参数呢 就是这图片的类型 信息 首先呢 我要把这个原图片找到 传进这个图片名 那这里边呢 我们得先知道哪个路径下的 咱们在构造方已经传这个路径了 看一下 这个路径下的 这个图片 我们先把它全路径先找到 然后通过这个类型 Switch 通过IMG info里边 会有一个 咱们上面刚获取到的这个类型吗 这个类型的有一个 呃 标号的 咱们昨天也看到了 他一共有16种图片类型 这里边 我这里边只记着是三种 其实三种就够了 第一种类型的 我们觉得是GF图片 第二种 不是咱们样的是哪种图片 他就是这种图片 啊 类型的数字如果返回二的话 就是JPG类型的图片 如果是三的话 啊 咱们就是PNG类型 就是PNG类型的图片 我记着这三种 16种 当时你可以查一下手册 查一下 他返回的第三个参数对应的 类型是什么 记着前三个 GF JPG PNG 其实就可以了 如果是返回的数字是1 那说明是GF类型 是GF类型 我创立一个图片资源 就得用 Image CREAT CREATE 创建 从GF上面 那么 传递一个图片的图片位置 加图片名 然后 退 返回 如果是2 那IMG 这个就等于 Image CREAT 创建 从 JP EG 这里边 返回 如果是PNG图片 到处 到处IMG 等于 IMG CREAT FROM PNG SRC PIC 你看一下 不管是哪种图片 这三种任何一种图片 我只要知道这个传图片名 我可以知道类型 通过类型 我用不同的去创建这个图片 这样的话 我这个 同样的一个说法方法 对三种类型都可以了 当然一般在网站上常用的图片类型 就得三种 如果你想做更多的 假如16种 你全处理 那你知道这块连写16个 当然没有必要 网站全用就三种 那你可以直接写一个default 如果其他类型的 我就直接返回假 告诉别人说 我们网站处理不了 你可以提示他一下 说我们 只能处理什么 只能处理这三种图片 就可以了 然后 返回 图片的资源 这样的话 我在这块 不管这个图片是什么类型的 我只要传一个图片名 你看我在这块 太死的也看到了 先传个路径图片名 你看一下 我现在就可以获取图片资源了 好 我们先测试一下 下边的水液没加呢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到图片目录下 比如说把咱们需要的 这几张图片都烤过来 我在咱们的目录下 建一个 Image 是不是有了 烤贝过来了 你看有这三张图片 好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有了这三张图片了 这个目录下的 这图片有200x200 我们在这里边就验证一下 DMP 看一下这块是不是图片资源 SRC Image 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其他的处理 但我们先在这试一下 下边的 Test.peerp 哦 掉这个函数在第 六号 啊 这会写反了 TRIM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返回的是假 他说没有如此的文件或目录 这个错了 所以我们在这块应该 返回类型的地方 这个名称 我们这个名称这块就得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他的路径 这次里边的 这次里边的 PASS连接这个图片名称 好 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返回图片资源 现在我这是随便传一个图片类型 现在我把这个图片类型我改掉 比如说改成MAP.GIF 当然有PNG图片也是可以的 你看 同样可以充进图片资源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的使用方式 刚才有几个错误都改过了 这也是测试一下 然后我们就需要获取等比例的图片大小 那这个呢 我也把它写到一个函数里边去 这样我们通一个函数获取之后 然后把那个大小返回 因为返回两个值 所以需要返回两个值 我就把两个值装到一个数字里就可以了 这次里边假如说调用得到缩放后的新的尺寸 那返回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尺寸 大小 当然这个尺寸里边 咱们就可以调用这个尺寸里边的 里边假如说 这是它的缩放后的宽度 它是一个数组 咱们应该是因为需要防两个值 放在一个数组里边 数组里边 高度 那他看下这里边传什么 通过这方法 能把我们这个计算出来 比如说 缩放后的尺寸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图片名传进去 当前它的宽度和 就是我们缩放的 因为从这个参与传进来的嘛 缩放的宽度 还有缩放的高度 然后把这image info 传进去 图片信息传进去 那有这个图片信息我们干嘛用 因为在这里边已经有宽度和高度了 所以image里边的宽度和高度 就是原图片的宽度高度 你再加上你想处理的缩放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知道哪个图片名称 那么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其实这个图片名称 呃 传都是多余的 好 我们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嗯 也是应该是一个私有函数 我们就把这个私有函数写出来 获取新的尺寸 我就直接都在挨着写就行了 因为他没有先后调用顺序 过去 比如得到新的尺寸 第一个name宽度 高度 嗯 图片的 信息 然后这里边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的信息 先放到先做一个数组 咱数组可以直接处理化吗 比如说宽度就等于从这个信息里边传进来的 就圆图片的宽度 先把它取出来 放到这个size数组里边 圆图片的高度 hii ght等于 mg info 高度 然后呢 判断一下 嗯 缩放的宽度 如果比圆图片小 咱们再设置宽度 也就是你缩放那个图片 假如你只本身图片 假如说是100乘100的 但是想到缩放成200乘200 咱不往大了扩 所以100乘 假如说你想指定是200乘200 但是本身图片是100乘100 就像是100乘100 如果你指定200乘200 本身图片是500乘800 让他再按200乘200那么缩放 所以这块 你看 缩放 缩放的宽度 宽度 如果比圆图小 小 小 才重新设置大小 重新设置 宽度 然后呢 缩放的高度 如果比圆图小 才重新设置 这个高度 那我们这里边就做一个衣服 就判断就行了 如果这是缩放的宽度 我们在这 宽度只能给他 他传递到这里边来 传递这 这是缩放的宽度 如果缩放的宽度小于 用image吧 info里边 原图的 你指定的宽度 小于原图的宽度 我这个时候 再把 重新把这个尺寸的 宽度 等于 宽度 否则就不指定了 这宽度就不给这个重新的尺寸 就是用原来的图片的宽度 在这里边 不重新附上宽度 传进来的宽度 高度也是一样 如果 你看 这个 高度 小于 image info里边的 高度 传进来高度 我再把尺寸里边的 h 也解 高度 等于 传进来的高度 这么做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我附上这个高度和宽度 如果他俩都小于 指定的宽度 小于图片的宽度和高度的话 然后呢 就等比例缩放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一个等比例缩放的一个固定算法 图片 等 等比例 等 缩放的 算法 这就很 手册里边呢 也有这样的 咱们昨天也见过 上一节课咱们也见过啊 image img info 比如说 原图片的宽度 呃 乘以 乘以 新图片 新指定的 这个宽度 如果 原图片乘以这个新指定的宽度 大于 原图片的 高度 呃 乘以 新传进来的 这个 高度 这块我们就设置 这个 新的 高度 等于 image 呃 这个 原图片的 高度 乘以 新传进来这个图片的 宽度 再除以 原图片的 宽度 然后呢 除有可能是一个小数 所以咱们四捨五入一下 取下整 否则 我们看 原图片的 宽度 等于 yes 四捨五入一下 等于 呃 原图片的 宽度 乘以 传进来的 你想设置缩放的高度 然后 除以 原图片的 高度 等米的算法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这个方法返回去的 尺寸 就是等比例缩放后的 那这里边假如说 打印一下 看一下这个尺寸 看一下 我现在这里边传的是 这个图片 让它缩放成200 成200 那本身我们来看下这个图片 是多宽多高的 不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边的 这个图片 是547 乘482 指定200 乘200 那并不说尺寸 马上就是200 乘200 它是等比例缩放的 最宽 或者最高 不会超过200 你看 宽度200 这是176 等比例 它就变成176了 这是等比例缩放 那这一步呢 我们也 胜利完成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等比例缩放 获取宽头高度 然后咱们获取一下 新图片的资源 这个呢 获取新的图片资源呢 就是获取缩放后的 那个图片的资源 这里边呢 咱们还要处理什么呢 还要 处理一下 就是咱们上几课讲的GF透明度不好使的问题 这里边也得解决一下 啊 GF 透明背景的问题 透明背景 也要处理一下 那我们也用一个啊 内部方法去处理 内部的私有方法 就往这里边 假设我们叫做啊 Kate of image 然后返回来的就是呢 新的图片资源 然后咱们把它另存为一个图片就可以了 新的图片资源 那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 把这个圆图片 因为得将圆图片缩放后拷贝到新图片里边去 然后呢 得知道这个缩放后的等比例的尺寸 然后得知道圆图片的 信息 才可以 好 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函数 我们也在啊 这块直接写就可以了 一个私有方法 这个透明度这个不太好理解 因为这几个韩文名都比较长啊 也不经常使用 这方法比如叫做kid off image 好 这里边第一个 是传一个圆图片的那个资源 因为圆图片资源 咱们在第二次的方法里边已经获取到了 圆图片资源 然后呢 这个尺寸咱们也是获取到的是一个数字 等比例缩放的宽度和高度 然后呢 这里边有图片的信息 有圆图片的宽度和高度 当然这几个几个函数呃 先传奶后传奶这两个是没有关系 都是在内部传 也不在外部调用 所以是没关系的 首先我先创建一个新的图片资源 新的图片img 然后等于新图片资源 咱们就得需要创建一个了 cre啊 ate true clor真色彩的一个图片资源 那宽度和高度呢 就是缩放后的咱们刚才指定的这个宽度和这个高度 这是新的图片资源 先把然后把旧的 如果咱们不需要处理透明色的话 直接用一个呃 缩放的函数 直接缩放就可以了 但这里边呢 咱们还不能这么做 这里边还不这么做 咱们也需要处理透明色 先啊 几个变量 把透明色的指数 先取出来 哪个透明色 就是圆图片上有没有透明色的一个指数 先取出来 然后判断这个 有没有透明色 看他大不大于这个指数大不大于零 并且判断 这个透明色 这个透明色是不是在这个 啊 调色版的数目当中 啊 这会儿咱们用src 原图片的src里边 是不是在这个图片 啊 透明色里边 如果有透明色 咱们再去处理 那随便做一个trin这个透明色等于 imagine color for index 取出他的所影颜色 从这个取出这个原图片的透明色这个呃 所影的颜色 也就是取出某所影的颜色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个新的所影颜色 就等于 嗯 我说错了 imagine color 啊 for invest 不定没变颜色 咱看哪 错了 imagine 啊 imagine color 少个s 在原图片上啊 啊 做一个 在原图片取出所有颜色 然后咱们直接创建一个颜色 新的颜色 做一个新的颜色就可以 咱们用换一个海数 啊 imagine color 创建颜色的 在这个新图片上 这个资源上创建的颜色是 把上面的所有颜色已经取出来了 取出他的红色的部分 他的啊 绿色的部分 他的 蓝色部分 创建了一个新的颜色 这个呢 咱们上次看的已经介绍过这个所以透明色颜色 image file 天通 将这个新的图像这个颜色从零和零开始天通天成成新的这个透明色颜色 然后咱们指定 然后咱们指定 color 啊 s p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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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当局设置指数怎么设置 让我下图图一下啊 将 新图片中刚才不已经天通那个指定的颜色了吗 将这个啊新图片中 有这个 颜色的都指定为透明色 这样的话咱们透明色就有了 有了透明色之后 咱们再直接一拷贝就行了 叫你迈着啊 好 copi resize 调整尺寸的拷贝 将 这是生成后的目标图像 就是那个新图像 然后呢 再放一个 imagine 圆图像的资源 从 新图 新图像的00 将圆图片的00 拷贝到新图片00这个位置 然后呢 啊 让这个新图片的 这个 这个尺寸变成 传进来的咱们自己设置的尺寸高度 咱们设置的 hdi ghd高度 然后将圆图片的 imagine info里边的 宽度 这么高 拷贝成 image img info 这个 高度 也就是将圆图片的 圆图片的这个高度和这个宽度的位置 拷贝到新图片的新指定的宽度和高度的位置 都是从00开始拷贝 然后拷贝这之后呢 我就可以imagine销毁 销毁这样 销毁这个 啊 图片资源 原图片资源 因为咱就用不到它了 只返回一个什么新的图片资源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拷贝完了 然后拷贝完之后呢 我们获取的这新图片资源 我得另存为 为什么将另存为直接写一个方法 有的说直接imagine gf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咱们输出的图片 你原图片什么类型的 咱们现在就要怎么的 要输出也就是保存这个图片 就让它也是什么类型的 所以呢 咱们必须做一个方法来处理一下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叫做 也是掉内部的方法 CR EAT 创建 这自己定义方法 新的imagine创建新的图片 只要我传一个 要保存的图片资源 然后 他的新称称名的前缀是什么 新称的前缀 加上这个原有的图片名 然后呢 图片的本身的info信息 为什么要用这个info信息 因为我要知道里边的类型 我才知道里边用什么保存 然后直接这个函数返回了就是这个新的图片名 如果成功的话 那我就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如果这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成功把这个程序下了 那我在这块 CREAT创建新的imagine图片 大家看这个函数我们该怎么设计 其实就是一个保存 只不过咱们要根据啊什么类型保存成啊什么图片而已 你看 参数第一个新的图片 然后呢 新的名称 然后 图片的 信息 这里边 还是用switch 现在这里边直接从img info里边我们已经知道什么 类型了 还是一是 一是gf图片 那我们就直接做一个结果 啊 imagine gf 输出gf就可以 哪个资源里的 新传进来这个资源里的 那返回的时候也让他保存到这个路径下 什么名称呢 你不起一个上面不传一个新的文件名称吗 新的文件名称 第二 也可以保存可以了 如果是二 那我们这个二是jpg类型的 所以让一个结果 image啊 是保存成jpbg类型的 也是将这个新图片资源 也让它是存上这个 嗯 路径下边的 新文件名 如果 是三的话 那就是什么类型啊 png类型 然后也是做一个结果 等于 png nw nw imagine 这个路径下的 新文件名 就可以了 然后 如果保存成功 那我们这一块就可以 image 销回 这个新文件了 资源了 然后 返回 新的文件名 这会我们试一下 看看好报仕 测试之后 我都不用改代码了 这个图片 缩方成200 乘200的 前置是th 假如th1 那我多输出几个 你看啊 假如说 这块是大一点 500 乘500的 400 乘400的 300 乘300的 这还是200上200 100 乘100的 那前置名 这块就是一吧 二 三 四 五 看能不能输出五个文件名 如果能输出咱们就成功 好 五个文件名都加上不同前缀 咱们再看一下这会有没有五张图片 你看 有了 这是圆图片 然后这是100乘100的 200乘200的 300乘300的 400乘400的 500乘500的 看一下这是圆图 我们缩放的成功 而且这一图片本身是透明色的 有透明色的 我们又把透明色已经处理了 啊 可以说吧 当然缩放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这是缩放 那我们再看一下加水印的函数 同样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这个函数已经设计完了 在呃 缩放 大家加水印 我们已经设计完了 在这块 只不过这里边咱们还没实现功能呢 你看这里边需要处理的 咱们也可以将它分几步去设置 也可以将它分几步设置 跟我们刚才的 其实 呃 写法 差不多 你看 首先呢 我们就得判断这个水印图片 和这个原有的一个图片存不存在 其实刚才缩放我们也要判断这个图片 只不过当时咱们没写那没写的时候 你把它加上就可以了 先判断存不存在 否则如果不存在的话 我这里边就输出 啊 图片 啊 或水印 图片 不存在 这两个地域都得存在才可以 然后不存在 我们就返回甲 返回甲 如果存在的话 那我们这里边 怎么判断存在呢 File EXI STS 判断谁存不存在啊 判断这个路径下的里边的GROUND 面背景图片存存在 并且 他得判断谁啊 File EXI STS 判断谁存存在 这个水印文件也是同样是这个路径下的水印咱们也得放在这路径下 这个文件存在 如果都存在的情况下 那我们刚才咱们已经有盖的因缝那个函数已经做过了 你看盖的因缝返回的是 图片的信息 那这两个图片呢 那这两个图片呢 我们水印图片和背景图片都有信息 所以呢 GROUND背景图片的信息 也就是需要 那需要加水印的图片的 他的信息 就要用这次里边的 get info 只要存这个名就可以了 然后 啊 水印 info 这次里边的 get info 获取到水印的图片信息 WTN 这个N有大写电力名去跟大家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两文件如果都存在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两图片的高度和宽度 分别打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 有一个错误 是在泰斯的我们这块 是 m a r k 因为这函数名叫mrk 你看一下 刚才这是函数名错误 图片或水印不存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图片 谁不存在 麦克点gf 麦克点gf这个存在存在 高六峰点gf这个也存在 那他不可能不存在 看一下怕下 g r o u n d 内部 然后w a t e r 哦 这不是位置啊 是内部 对错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卖纸下边的 哦 得到图片尺寸五百七 后边的水印错误这个图片路径 麦克点gf这有了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帕斯路径 不是他得到水印信息这块这块咱们少写了一个啊这都是呃首物 哦 我哥怎么包使了 来我看一下这块少一个什么 少个啊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一下就能获取到 各自的宽度高度和类型都可以获取到 好 既然可以会到宽度高度和类型 那么我们来 这现在就没有用了 有了这两个类型 咱们还 啊 没有用 咱们还得做一个方法 哦 指定这个水印的位置 指定水印的位置 咱们做一个这个 咱们做一个这个 这次里边的就要用这里边 比如说 p o s i t o n 指定一个位置的一个函数 这块我们指定是水印 的 位置 那水印的位置我们都假如这还是我们用的话得传什么呢 得知道背景图片的信息 我们才知道 水印的位置放在哪 他得知道水印的信息 w tr info水印的信息 然后也得知道我们传递的位置 只要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三个参数 我们就知道水印的位置 然后我们返回这个位置 就可以 我们先输出一下 看能不能输出来 这位置刚才他们说了 传递的位置 零是表示随机 然后12345678 九九种位置 咱们根据传递这个不同数字 值得背景图片信息和水印图片信息 咱们就把这个啊 通过这几个信息 咱们就把这个位置 给算出来 当然这个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坐标 横坐标 重坐标的一个位置 咱们把它 算出来 你看怎么算 调内部的 然后 section 啊 这个位置 第一个传背景图片 背景图片的信息 然后传递一个水印的信息 再传递一个水印的位置 这三个参数 然后我们这里边得需要判断水印图片的如果长度宽度 也就是背景图片的长度宽度 还小于水印 那水印比背景大就加不了 所以呢 需要啊 背景图片 背景比水印图片 大才可以 背景比水印图片大 那所以我得先判断一下 如果 GROUND这个背景图片的 啊 宽度 如果小于水印里边的 宽度 这只是一个条件 破起来 然后 或者 这个 这个 背景图片的 高度 背景图片的高度 小于 水印的 高度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 啊 输出一下 这些反馈甲就可以 就程序不往下执行了 没有必要算位置了 因为两个水印大小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根据那个数字判断 所以 根据这个水印 位置 我们判断 我们判断一共有九个 比如说是一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我们指定一下 啊 指定一下 X位置X等于多少 那一共是 10个位置 看一下 12的时候 3的时候 4的时候 5的时候 6的时候 7的时候 8的时候 我们 还不够 还得有9 和 0 这么多位置 做两个变量 如果是1的位置 那么划水印的位置 1 看一下 预计要为 顶端居左 所以水印在那个背景图片的 0和 0位置划 就是左端 就是左端居左 如果是左 呃 第二位置是 左端 顶端居中 顶端居中的 那么顶端那歪的位置就是零 居中 咱们就要整个背景图片 呃 呃 GRO UND 背景图片的 宽度 减去 水印的 宽度 那边 那边 扩起来 这宽度 除以二 这样的话就是在顶部居中的一个呃水印 看第三个三个呢 第三个咱刚才看到实际上它是顶部居右 那顶部居右呢 那那就是整个背景图片的宽度 减去 水印的宽度就可以了 这还是零 这小算法都很简单了啊 看第四个 中部居左那x位置肯定是零 然后呢中部居左呢就让高度 背景图片的高度 减去水印图片的 高度 然后 除以 呃 二 就可以了 然后第五个呢是中部居中 中部居中 那么一样 背景图片的宽度减去水印图片的宽度 然后除以二 然后我们高度呢 中部居中 这个 就可以了 然后六呢是中部居右 就是 就是这个水印放在中部居右 那这个也很简单 啊 先看一下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呢 中部的都是这个值 那这个呢 我们就让的是 只要 只要减去这就可以了 然后第七个呢是呃底部居左那s呢还是零 x还是零 然后底部居左那底部呢就是应该是 底部 底部居左 啊 7 底部居左那应该是高度水印的高度 背景图片的高度减去水印的高度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八呢是底部居中 所以呢这个宽度呢 居中的左中居中的都是这个吗 然后底部居中的 啊 底部居中 跟这个一样 只要是底部都是这个值 然后第九个是 底部居右 只要是底部 啊 x 底部居右 啊 底部居右应该是这个值 底部居右 然后 右边 那右边呢就是 这底部居右 宽度减这个高度减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零和缺省的 DFUlt缺省的 端的是随机位置 所以rnd随机位置让他从零的位置到 啊 到哪位置呢 x位置到他的宽度 不超过这个宽度减去水印的宽度 因为水印有一定的宽度吗 这个 那么随机位置这个 y 位置 那就是仰仰它是和这一样 高度减去 指定的高度也就是这样他在 随机从零到不超出图片的范围 为图为好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值所以我把两个值返回放到一个数组里边一起返回 返回位置 比如说是 p o s x 的位置就是这个值 p o s x 的位置 返回到 高度p o s y 的位置就是 p o s y 的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获取到 啊 这两个值 水印的位置我们输出一下 现在输出这个 它是一个数组 那数组呢 我们就先把它附给一个 啊 位置的变量 假如说我叫p o s 答应一下 好 有个解析错误在172哈 166 171啊 这会少个分号 看一下 位置 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把它取一个整数 他有个小数 但是也没关系 他用的时候就把它转成整数了 所以咱也不用改也可以 咱就不用取整了 当然你可以用的时候取整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那里边也输出错误了 所以这里边刚才咱们有这会有个反挥甲 所以也判断一下 如果 这个位置 返回的是假 那我取个反 如果反而是假 那我之后就直接输出 水印 不应该 啊 比 背景 图片 小 然后直接返回应函数 几天 应函数不执行就可以了 然后其他咱们就简单了 你看啊 获取这个背景图片资源 因为有位有位置了有信息了 或者 资源咱们前面做过一个有个叫做 加 GAT IMG的这个函数 本类里边 只要传 背景图片的 名 和 背景图片信息 就能够创建背景图片资源 水印图片资源 等于 也是调用这里边的 GAT IMG 就是咱们做缩放的时候写的 水印的 名 和 水印的 信息 就知道你想创建这两个资源了 然后咱直接用一个拷贝获取新资源就行 假如说再获取 啊 背景的资源咱们作为因为要输出的还是背景资源 等于 调内部的刚才咱们 前面也刚做过就是 可以的创建的新的图片的 资源 i m i g 这里边创建新图片资源谁呢 img 新图片资源 然后他的名称是前缀连接这个 背景 名 然后 背景图片的信息 输入这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获取两资源我们直接输出来不行 我们要把背景水印图片拷贝到背景图片上 所以这里边 哦这个返回的是一个图片名 啊 所以输出这叫背景图片 那怎么把水印拷贝到这里边 只要借助一个系统的函数就可以 这次这次里边这次里边的COPY拷贝的图像的函数 将谁啊 将这个水印图片上 将那背景图片 将水印图片拷贝到背景图片 拷在哪那位置PoS 存一个呃 这个速度就可以 存一个位置 然后咱们看一下 WTR info 怎样这个速度位置 那这个函数 我们也得需要写一下 把水印图片这个传到这位置 水印的信息 让这个返回来 拷贝后的新的 背景图片 那 拷贝图像 这个先不用系统还说用自己内部的一个调用 那咱还需要把这个写一个这个行为进行拷贝 也是内部调用的 啊 白省 COPY 啊 i m a g 好 这里边传一下 g o 用 d 背景的图片 水印的图 资源 然后位置的速度传进来 水印的 信息传进来 只要传递几个 我们就可以 可以实施这个拷贝 当然我把直接拷贝写在这块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呃就会造成这个呃代码膨胀 所以这里边我直接用 内部的你迈着 COPY COPY 用系统内部的这个拷贝 你迈着拷贝跟这函数账掉过来 然后这个函数里边 g r o 用 d 背景图片 水印的啊 图片资源 然后呢 按 拷贝到背景图片哪个位置 p o s 里边的 啊 p o s x 位置 和 p o s 位置里边的 p o s y 的位置 拷贝到这两个位置 然后从哪开始考 从 啊 水印的哪开始好 零和零开始考 拷贝水印的 宽度 零息一不传进来了 这指的水印的宽度 水印的 高度 好拷贝完之后直接 销毁就行了 imagine 销毁人啊 销毁 水印的信息 img 传递的水印信息水印的图片资源 然后返回 啊 返回这个 图片资源 背景图片资源 所以我在这接受了背景图片资源 然后用这拷贝 把背景图片资源拷贝成这个名 传递这个名 然后背景图片信息 啊 基本上是 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就能将一个图片 啊 按任意位置 咱们指定的位置不能说任意位置 将它拷贝过来 然后这里边拷贝成功会失败 这里边 这里边直接返回生成的这个图片名吗 因为咱们看到了 是这个直接返回这个 啊 这是这是创建图片 这块直接反为这个念名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会看一下 测试一下 水印加这个 我们也输出多个 他不九个位置吗 那好 我就输出 十个位置在随机的我们就输出十个位置 那 名称分别起 一是零是随机的位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然后这里边位置是在九的位置 是在 八的位置 是在 四的位置 五的 七的位置 六的位置 五的位置 四的位置 三的位置 二的 二的位置 一的位置 零 随机位置 好 你看这几个图片名就可以了 你看能不能加水印 看一下成不成功 创建 n e w 写错了啊 在下边 这应该是新图片 n e w 面 啊 九个图片名都有了 我们到这个目楼下看一下 从水印零开始 这个文件开始 你看随机位置 加在这了 这是顶部的左 中 右 你看 这是中部的左 中部的中 中部的右 底部的左 底部中 底部右 看这几个位置 都加上水印了 所以呢 你可以任意指定 呃 这九种位置 都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图片处理类 当然这图片处理类呢 我们可以跟文件上传类并存 好 比如说这个类咱们已经写完了 现在假如说我再写一个呃文件上传类 把图片 把图片上传到这个位置下 然后咱们加水印 任何图片都可以了 都可以做到 假如说就上传到这个图片位置下 然后咱们还加上同样的一个水印 你看一下 或者是直接只能连缩放再加水印 我先把这个图片 都删一下 我现在只留在一个水印图片 其他图片都删掉 然后 那我只需要在这块做一个 啊 我还需要把原来的那个文件上传类 前边咱们课中用讲文件处理的时候 把文件上传类 咱们讲过了 直接把那个类拿过来 就可以做文件上传 但是他现在做一下文件上传的一个 嗯 界面 比如说我叫做 新建一个文件 叫 啊 啊 比如说叫file.ftml 用它来上传一个文件 我就直接写表达了 boom 写杠 boom 提交的位置 Action等于 比如说叫做up 老子.pp 然后呢 提交的方法必须是post文件上传 啊 dnc type 这个类型 必须是 这个 传输方式 然后其他我都不写了 我就直接写上传图片 你可以上传一个也可以上传多个 因为咱们前面设计那文件上传类 如果大家对他呃对那个文件上传类不熟悉的话 呃 你可以看一下前边的咱们的呃教材 或者是看一下 呃视频都可以前面的文件上传类也给大家详细介绍过 这里边就不再从不介绍了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s u b m i t 其就按钮 呃 name等于 s u b 只等于 比如说 up load上传 上传 好我们来 他上传直接上传到的是这个位置下 啊 up r o a d 点 p r p 文件下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需要包含两个类 一个是刚才刚刚咱们做过的图样处理类 另外一个就是文件上传类 现在咱们呢 需要把文件上传类找到 我已经将那文件上传类呢 放到了桌面上 好 我们到桌面上 把这个类剪切到我们现在的当前目录下 咱以后做框架把它放到框架了就可以了 好我们需要在这里边包含这两个类 你看一下 您可录的包含 啊 file up 老的家 class 点皮皮这个类 还 包含 需要包含 你卖着点class 点皮皮这个类 需要帮这两个类 好我们再回顾一下看这个文件上传类怎么用的 把它打开 只要购到方法里边我们需要传递一个指定文件上传路径 就可以了 然后限制类型 在创建 up 等于new 啊 文件 up load 文件上传 指定一个数组 就可以存在一参数 比如说文件的路径 上传到 当前目录下 imax目录下 然后啊 啊 允许的类型 允许的类型 我们要的是只允许三种出片 比如说是这应该是一个数组 只允许 只允许 gif jpg 还有png 这三种类型 然后大小呢 咱们就不限制用默认的一兆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边如果 up 里边用这个方法去上传 upload file文件 upload file上传文件 直接存 pic 我们表单里边传递的是pic 如果上传成功怎么办 否则上传失败 我们输出 up里边的 错误信息 是使用 啊 这话 git e r or msg 这个方法 获取到错误上传信息 如果上传成功 我们输出 上传后的文件名 获取上传后的文件名就可以 呀 获取 文件名 等于 通过这个 啊 up里边 git得到新的 文件名 好 我们先试下这个文件上传好包式 就用这里边的 file 点 tp 啊 file点tml 我们浏觅 我们浏览一个图片 就是到图片收藏啊随便找一个图片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这个jpg图片 upload upload 啊 未允许的类型 啊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这个文件 啊 上次我这会多加了一个改的时候就加了一个点啊 重新浏览一个图片 有任何图片都可以 比如说细说prp 那么看下上传成本成功呢 咱们就到这里边找一下 你看 已经有这图片了 所以就念名了 在那图片好像比较小 咱们可以上传一些呃大的图片 总之当现在可以上的成功了 我就先啊 不管这些了 然后 我可以将这个图片缩放一次 然后再加水印一次 都可以 你看直接掉用这个img 这个图片类型 用img img 里边只要传一个路径 也是当前目录下的img就可以了 然后比如说缩放 就用img这里边的 刚才能说了 哪个方法是缩放的 是不是咱们刚才做了一个 这个类里边就两个方法 一个水印一个缩放 比如说th 啊 umb 缩放将上传后的这个文件名 存在这 缩放多宽呢 比如说200 比如说300乘300的 然后缩放的后的文件名叫th 呃 下滑线 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水印 他返回一个是缩后的文件名th file name 我可以在缩放后的文件上加水印 也可以在原来的图片上再加水印 如果不加这个后对名就会把原来图片覆盖掉 那假如说我再做一个 呃 一麦 th 呃 加水印的 wtr 呃 wtr mark 水印的 然后呢 也是在这个文件名上 如果我传th 这就在缩放的基础上 你看我这是加上 th 下方性这个file 就是在缩放的那个 图片上加水印 比如说加哪个水印呢 当前目楼下的 images 下边的 有个叫做 gf 然后位置加在哪呢 加在5 这是是中部居中的位置 一般我喜欢用对位置 然后缩放后的图片 我再加w下滑线 那就会在原来th的基础上再加w 就是技术放用加水印的一个文件 如果想在原来的图片上加水印文件呢 怎么办呢 wtr mark 你看就是在file name上 然后 啊 点斜盖 images 点gf 然后位置 比如说我这块是零零的随机 然后这块我写个空 就把原来的图片覆盖掉了 所以这已经怎么用都可以 现在我这也能会有的缩放图片 也能在缩放的图片上加水印的图片 有个缩放加水印的图片 呃缩放 即缩放又加水印的图片 还有一个把原来图片覆盖掉 也加水印的图片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用 再后退一下 我们随便找一下 任何类型的刚才当指的那三种类型都行 比如说这个类型 这个图片 呃图片或水印图片不存在 那就是 应该是 呃 images 当前目录下的 images 图片 呃 images 不应该是水印图片不存在啊 images 啊 这是缩放后的上传文件名缩放成功之后 返回的一个文件名 然后在这个文件名的基础上 咱们再进行一次 加水印 加这个 然后文件名 获取到这个文件名 水印或不存在 我们看这两个是哪个出现的问题啊 我先把这个注射掉 再来刷新一下 图片或水印不存在 咱看一下这个上传进不进来 啊 已经进了缩放是可以的了 还是水印这会有问题 我们先把它删掉 再试一下 啊 不落 缩放是可以的了 那缩放咱们就不用检查了 然后缩放完文件名 返回的是这个文件名 file name 文件名也是这个路径下的 生成的这个文件名 已经有了 那就是水印文件 images images 水印图片 我们看一下在不在啊 在的 没错的 原图片名 水印图片名 位置 前缀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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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目录下的 再试一下 浏览一下 水印 我这会验证一下这个图存不存在啊 我打开这个 images 看下图片 我输出一下这两个文件名 G G,R,O,U,N,D,Name 关下行 嗯 哦 位置已经指定了 错错了啊 大意了 不是 这个问题 而是我们这块 啊 我们这块不用加路径 因为咱们刚才写的时候 已经怎么的 已经在这加路径了 是这个问题啊 好 我们这就可以再把 这两个图片删掉 只留这一个水音文件 其他圈删 好 我们就来再上传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 两个已经不需要了 浏览一下 你可以任意选一个 只要符合类型的 现在都是可以的 咱们还用这个图片 因为这两点的实验 都用这个图片 哦 哦 这块现在又有一个 这一样往往改 放心一下就可以了 好 没问题 咱可以提示它成目成功 你看这里边 随即的水印有了 缩放的图片 也有了 因为咱刷新了一次 你看 缩放加水印的 也有了 随即位置 好 今天呢 我们的 呃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边 当然了 我这里边只给大家写了一个 缩放加水印的 你可以把上一节课 像图片翻转呢 旋转 呃 以及锐化都写到这个类里边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只给你写了这两个 也是咱们最常用的 通过这个类的使用 大家以后不管会不用基地库都可以缩放和加水印了 比如说商品上传的时候 对商品的图片进行缩放加水印 对吧 还有什么注册用户的时候 传递呃 用户头像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缩放加水印 总之用到图片的时候 我们在服务上都需要处理一下 动态处理一下 好这里可以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咱们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